大家好,恭喜發財各位,歡迎收聽 這裡有我在新西蘭的以德泰洋和社長Raymond Wong 大家好,我們要見面,大家早安不安?晚安?全日安? 村長說今天開始多人開工了,更多群組會相關疫爆 這個要說清楚,開工的時候有些不用上班的 可以在家工作的人,其實很多人都會在家工作 我告訴大家,現在的好處是,能夠在家工作的人都會在家工作 有一個趨勢是這樣 但是,我們都要說一說 現在有些老闆不肯讓員工在家做事 覺得他們在家不是做事,覺得員工信不過 但是,我再說八個字給那些老闆 用人不移 疑人不用 如果你這麼懷疑你的伙計 你炒了他們就好過了 不要再在這裏 在疫情之下,你都要讓人在家工作 你不讓人在家工作,基本上你在增加大家的風險 你也是在害自己的生意 當然不是所有公司都可以這樣做 或者不是所有部門、機構都可以這樣做 但是,可以做的機構部門 其實都是要聽政府說的 你都是要配合一下 叫人在家工作,在家工作,遙距工作 有些人其實是很差的 有些企業就不太妥 我自己覺得 他們是這樣的 他們覺得辦公室有一個伺服器 一班員工就坐在伺服器旁邊做事 伺服器就可以處理這班員工的所有工作紀錄 但是,現在世界已經改變了 其實,在2019年開始,世界已經改變了 2019年,很多大企業已經轉了 用雲端的工作模式 伺服器就是 有些人給錢Google 有些人給錢微軟 他就是由得Google和微軟去做 伺服器那些事情 就不會自己再留一個伺服器在公司 其實,這件事 2019年已經開始流行 大企業很多都不再自己做一個伺服器 電郵那些又是幫微軟租 或者是幫Google租 這樣做 其實這件事 有些低企業 其實用得更久 因為我自己的公司 其實08年已經是這樣做的 自己沒有伺服器 最初我也有伺服器 之後我也沒有 其實都不用用伺服器 不用了 成本省很多 不用煩 雖然你說我們有一個伺服器 是做藍營狗蛋數據庫 但是數據庫都是雲端的 其實數據庫是雲端的 其實數據庫是雲端的 他們留意它塞在雲端的 我們自己沒有一個伺服器 老實說 你覺得雲端信不過 會被人偷資料 不會信不過 其實我是用多間企業的雲端服務 其實大家都要明白 你現在不能不信 你如果在疫情之下 要繼續運作的話 你還是要移去雲端的 因為其實現在 我也要講一講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實戰經驗就是這樣 很多時候你放一些東西在伺服器 那個Version Control 是做得不好的 就算你自己寫的SharePoint 也好 Version Control 其實都是做得很差的 如果伺服器放在自己那裡 如果你直接用微軟 Office內置的Version Control 其實現在是很精準的 它是可以找回你舊的Version 因為它在雲端 就把你之前的不同的步驟出來 還有哪個 那個檔案 有了記錄的 你可以設定到它有了記錄 你的公司 是實看得到的 哪個人 用公司的東西 亂看公司的東西 按幾個按鈕就知道 有些東西他不應該看到 他看了 其實 說真的 是要與時俱進的 尤其是小老闆 但是說真的 有些人還在想 整個社會公司 有些員工一定要 不要這樣 不要想這些 轉一轉 對 轉一轉 那麼 Camp Home Law 就是小公司 最好不要裝自己的Mail Server 太容易被人聽 其實不只是 不做這些 是小公司 現在是不會再裝社會 很容易買一套 叫做 Small Business Server 我自己也是一套 不過很久 我都沒有用 我都扔了很久 其實基本上是廢了 那個Small Business Server 是怎樣的呢 這個我也要講 這個Small Business Server 其實就是Microsoft的產品 最初的時候 但Microsoft自己都轉了去雲端 他現在都是推雲端服務 他現在都沒有出這個 Small Business Server 其實就是這樣 很煩的 再加上一般小企業 老闆來說 自己要管 老闆自己管 花多點時間 做好一些Sales 更好 挖多點客戶 更好 做一個搞什麼鬼想 老闆說 這些事情 是嗎 Work from home 就Work from home 其實Work from home 沒有什麼問題 完全就是 你相信那個員工 你聘得他回來 你就相信他 你不要就是 要放一些政策 又要監察他 在家裏做些什麼 不要這樣 你這樣反而 要替自己增加更多的成本 還有負擔 這個時候 KKD 就說 我上司經常覺得 Work from home 等於沒什麼做 其實不是的 你要交貨 還有你要開會 其實開會 通常是Zoom 或者Skype 或者用Microsoft Teams Microsoft Meet Microsoft Teams Teams 現在是最多 全部人都用Microsoft 整套都用了Microsoft 用Teams 你可以監控著別人做事 你有Microsoft Teams 不用叫你的員工 我不是幫Microsoft賣廣告 而是他們那一套 根本是想過的 美國人想過的 其實很多時候 在很多地方都是用的 他想過就是 你要看到員工有沒有做事 他其實就有一個限制 沒有理由 一些人其實是這樣的 他走開了 其實他就會走開 自動會寫著Away 有些人說 你刻意騙人 他說一般員工都不會騙人 我也想說 你要相信個人才行 其實是 你交不了貨 如果你信不過他 交不了貨 你也要解僱他 他交貨是有壓力的 所以Work from home 更大 其實大家Work from home 是抗疫的好方法 深水埗賭棍說得對 Teams就是要開鏡頭 一定要開鏡頭 是的 我們那時候是這樣的 那些汪洋說 我公司是在行Work from home 大把公司都在行Work from home 我們知道有些網友 說他老闆 還是自己抱著伺服器 在亂參搞 你亂參搞 不要啦 不要這樣 香港人民HK說 四年開始 所謂KOL聲稱代表 民意四處聲大大 用大聲壓制平民 令一群學子覺得聲大 就領導潮流 但是聲大不代表有道理 社會需要和諧 需要平衡 不是他們所說 趕走中國人 就可以由外國人來消費 不是這樣的 這個沒錯 反對他們說你是網軍 是吧 是的 有錢消費 就一定會找社會安定的地方 又怎會找一個動亂的地方消費 是的 大亂也大致是存在 大亂到大致需要很多年 是很多年 一般人民百姓是承受不起的 你說得對 你說人民百姓是否承受得起 一般人民百姓承受不起 相信他們的聲大大的人 是輸得沒有影 一定是輸得沒有影 空威斯說 未來抗疫很成功 但是這個是有強大動員能力 以及組織能力上的 還有民眾的犧牲是很大的 資本主義社會叫民眾犧牲 就是暴政 只叫打疫苗 都要示威出來 說真的 還有九成人都是支持 九成多的人都打了 就是有百分之幾的人 死硬派在這裏亂撩 是很離譜的 Camp Seng Lo說 昨晚檢測就是方便 樓下有流動檢測站15分鐘搞定 這個是好事來的 其實這個是好事 麻煩台仰 現在這個環節講到這裡 好 節目時間差不多到這裡 好 就這樣 拜拜